《数码教学》 《数码教学》的发展方向是 期望同学可以多参与 一个体验式的学习 这是我们发展《数码教学》的目标 Fujitsu 也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牌子 它的IT的设计各样东西的质量 都是给人一个信心的 在选择之前,你们也有一个 亲身可以试到白板不同的功能 当时我觉得挺有趣的 不同的学生一起去做一些东西 原来可以有九个格子 分别给九个同学一起同屏 去做分享 我觉得增加学生的参与度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在电子白板的选择过程 转了电子白板给投影机 最大的好处就是 那个清晰度 或者学生在一个 远距离一点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看得很清楚呢? 我们发觉其实质量也很好 另外,当然在学校 一个电子白板是一个课室 它究竟是否耐用呢? 因为我们去选择一样东西 去代替了投影机 我们都要考虑 究竟一个电子白板是否耐用呢? 那我们看回其实那个规模 或者我亲身去看过试过 都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另外,刚才提到专科专教 其实你们的白板都想得周到的 有支援到不同科目的东西 比如有数学科 可能它有很多数学科的工具 或者其他科有其他科的工具 就减散了以往老师 可能要带很多工具 上课室 然后画出来的东西 的比例究竟是否最理想呢? 这些其实都是帮得到老师 去省下他的时间 几个月前 刚刚看好的电子白板的时候 我看到同学仔 刚刚进到课室 看到就很酌弱 是一个新的科技 进了课室 而且都是做得相当好的 就是我们就将它 有个白板烫在里面 同学其实就是很有兴趣 去出来 去书写 或者去探索不同的功能 最主要是用它那个电子书功能 因为它电子书里面 其实跟同学本书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在电子书上面 直接做一些标记 因为同学又不需要出来 抄多题目一次 我们平时就会在上面作些讲解 其实学生模型中 也都养成了一个做笔记的习惯 而第二 我们平时也都会 除了用这个电子书 会开个电子白板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数学科 其实有很多时候会做笔记 有时候做笔记 要跟格式 不需要找多个投影机 慢慢去看着笔记 因为Fujitsu 里面有一个 来自的 你可以自己把自己做的背景 放入后面 就可以在那里做笔记的格式 即是上课会玩些分组游戏 分组游戏 可以用一些抢答的功能 AIR CLASS 里面 亦都可以很快地 得知同学答了什么答案 还有我可以抽问一些同学 例如答了一个粗的答案 就找其中一个讲一讲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的 就是一个可以给到 即时回馈的学生 我觉得一个互动性 是相当高的 我们可以在一个 控制 panel 直接按个计时器出来 因为我们无论做任何科目的 都很想学生有一个 时间观念 这个又不会影响到 我们本身在后面做的事 我觉得就会比较方便 其实他们一开始很积极 特别是很想知道 它有什么功能 后来你上课用熟了之后 他们都很想出来答题目 因为觉得很有趣 跟平时你拿起粉笔 白板笔 他们觉得可以去 试试画线 拉一些图形出来 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很新鲜 主动性和投合度都强了很多 但现在有了白板校 它容易了很多 看大家做什么 方便点 订阅 方便点 看得到 要按哪个键 有键在哪里 OK, so when I'm teaching coding I can easily pull up one of my students' screens and if they get stuck I can help walk them through what they need to do to complete the task that they're assigned to do OK, for digital learning my students can are what their work is and share what they're doing with the rest of the class easily rather than having other kids come around their computer screens to look at it they can see it on the whiteboard and it's always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easy to share what they're doing with the other my students really enjoy coming up and playing different flash games on the interactive panel and it's very easy for them to type or to move things around as they're interacting with it using the Fujitsu interactive panel you'll find that it's much different than just teaching with the overhead projector or just directly off of your your books or on the whiteboard I think that the electronic whiteboard is more better for me and my friends and classmate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so we can share more of our new projects that we have made and we can listen more to to other classmates and friends comments for how to make it better the weekly panel s Trip max Hoe 行 最重要的 就是 adviser 半竿的流暢度 和到建築 到的技術支援 是可以適用現今的科技 因為市場上 真的有些板 比較上是按來按去都沒有 或者反應比較慢 已是人工程度 會大大減低 老師和同學 他們學習的時間 第二件事就是要留意牌子可以提供售后服务 例如Fujiciu的售后服务也很完善 如果真的收到学校的召售时 他都会立即派人上门立刻处理 这件事对于学校来说很重要 第三件事就是价钱和品牌 市面上现在真的很多电子法版 但譬如Fujiciu来说历史悠久和品牌 都能给到学校和消费者有信心 如果用了电子白板 有些学校都想保留白板笔或者黑板的 传统教学书写模式 我们公司会量身订造 为学校上门量资设计做一个白板柜 一来就可以保留传统书写教学的模式 二来有需要的时候 打开那个板柜就会见到电子白板 变相了就可以立即给到老师和学生 教育学的互动应用模式